租屋族真的是很辛苦 除了租金很贵之外 还有可能会住到奇葩屋 有民众他就在出租网 看到一间月租2.7万的 饭店及装潢的套房 非常吸引人 但是没想到一住进去 真的是惊呆了 因为这个厕所 居然没有排水孔 跟房东反应 他不处理就算了 还神回 说地板湿了 只要拖地就好 宽敞明亮的厕所 摆上一盆又一盆 绿色植栽 空间顿时变得超高级 仿佛置身五星饭店 不过仔细一看 这格局让人无法接受 因为厕所少了排水孔 因为哪一天你厕所坏掉 对 马桶漏水 或者是洗电台漏水的话 这样我应该就不考虑 为什么没有排水孔 没有 第一次听过 洗澡的时候 那水溢出来的话 那变成它没有水 没有水 那个水孔可以漏下去 那变成你自己要去把那水 想办法要用抹布吸干 或者用其他方式处理掉 就有房客大吐苦水 表示一个月花2.7万元 租到没有排水孔的厕所 房东还神回 拖一拖吸一吸就可以了 不愿帮忙改善 毕竟装潢打掉重做 真的得花上一笔 不小费用 中古改成心目中的梦幻格局 可真的要有超能力 以这间屋林超过30年的老屋来说的话 有三房一天一卫浴 打掉重新整理的话 至少要250万元起跳 跪就跪在 打掉重练 格局重新设计 冷热水管 电线都要重拉 从地砖到壁砖铺设 都得花钱 弄得高级一点 增添木造装潢 价格还要破300万元 也难怪有网友说 看到这个价格 真的想很下心来 干脆直接买新房了 50年以内都还算是一个 移居性可以居住的房子 可是当然它会有一些老旧的情况 可能都要做重新整修 其实在921之后的房子 它大概在25年以内的房子 可能会是一个 在这个抗震或是震上面 会有一些合乎法规规定 除了物龄得注意之外 老房还可留意两大指标 房子是不是联动 以及管线生命周期 顶多到30年 毕竟都砸了大钱 买房子还是得睁大眼睛 看仔细一点 东森财经新闻 黄福祥 林浩宇 台北报导